各位观众您好,今天每日一字,为您介绍的是一个臀字,臀部的臀。 臀字的国语注音是 臀是人体的一部分,在脊椎骨的末端以及大腿两侧与腰部相连之处,坐下来的时候是支持人体的重要的部位。 臀部一词,在日常的语会当中常常用到,如整天坐办公桌的人,坐得太久,臀部就很不舒服。 而当新兵入伍训练的时候,先要练习的就是力证姿势,力证的要领很多,其中一点就是臀部不可突出。 另外,当你要定做一条新裤子的时候,裁缝师傅一定会替你量量臀围有多少。 还有,选美的时候,常常以三围作为选拔的标准之一,这三围就是胸围、腰围和臀围。 臀围油又叫做臀支,是动物学上的名词,指猴类臀部不长毛的硬体而言。 原来猴类能够坐在粗糙的岩石或尖锐的荆棘上而不受伤害,就是靠臀油的保护。 至于臀围臀,则是鱼尾巴前面下方的臀,臀也指气物的底部而言,周离考工纪当中也有,齐臀一寸的记载。 和臀部相似的是这个吕字。 吕字的国语注音是勒语吕,三声吕。 吕就是背脊部,是人类上体的主干。 筋骨肌肉都依附在这个主干上,所以吕力就是体力。 比方说吕力过人,就是说体力比一般人都要强。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,吕这个字是可以念上半部的吕, 但是臀这个字,却不能够念上半部的垫。 把臀部念成垫部的吕,下半部都是肉字,而不是月字。 书写的时候,也请您要特别的注意。 今天的每日一字,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明天再会。 明天再会。